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監視談 我是艾楚怡 經過數月的談判 俄羅斯與美國交換再押人員一事 終於落地 被交換的俄羅斯軍火商布特 美國女子籃球運動員布萊尼 已經分別回國 此次換球歷時五個月 美方原本設想一換二 為何最後變成了一換一 布特已經被美方扣留長達12年 俄羅斯大費周折 換回軍火商有何考量 在俄乌冲突持續 美俄關係不斷惡化的背景下 此次換球也是否意味著 美俄關係走出了危機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 泰河智庫高級研究員 國際問題專家前鋒先生 做分析和解讀 節目一開始通過新聞短片 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發放影片 顯示美國女子籃球員 格里納8號在俄羅斯簽署文件後 離開監獄的情況 她起後被帶到機場 登上一部私人飛機 並獲發還美國護照 之後有人告訴她可以回家 飛機騎後抵達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 俄方人員在停機坪把格里納交給美方代表 同時或美國釋放的俄羅斯軍火商人布特 就由俄羅斯人員接走 布特之後飛抵莫斯科 他的母親和太太在場迎接 並與布特擁抱 阿聯酋和沙特阿拉伯發表聯合聲明表示 阿聯酋總統和沙特王儲 共同斡旋促成換球事件 美國白宮發言人就表示 對沙特和其他國家關注這次問題表示感謝 但強調只有美國與俄羅斯參與相關的會談 而當中沒有涉及斡旋工作 俄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表示 將繼續不懈努力 爭取所有在美背球俄羅斯公民獲得釋放 千夏你好 這次美俄的換球進行交換的是俄羅斯的軍火商布特 以及美國的籃球明星格里納 這兩個人是什麼來頭 為什麼換的是這兩個人呢 我們來看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其實有很不相同 一個是一男一女一黑一白 然後一個是60后一個是90后 但是他們共同點是什麼呢 他們都是有影響力的 也都是有知名度的 特別是我們講了俄羅斯軍火商布特 布特被稱為可以說是國際上最大的私人軍火商 也是軍火狂人 大家也許都看過2005年的時候 好萊塢動作明星尼古拉斯凱奇的一個戰爭之王 戰爭之王這個片子 這個片子也是尼古拉斯凱奇的一個代表作之一 這裡面呢這個凱奇呢所飾演的這個主人公叫這個劉里 而死人呢其實他的這個原型那就是這個布特 因為這個布特呢他也是這個人生呢是比較傳奇的 他呢這個今年已經54歲了 網上說呢他是當年呢是從這個這個俄羅斯呢這個軍事外語學這個學院畢業的 但事實上呢他應該是呢俄羅斯呢這個聯邦他現在叫聯邦國防部大學 他是這個畢業的他會和好多國外語 然後呢他也有呢這個經濟學位的這個經濟學的這個學 這種學位而且此人呢以前也當過兵 而且他畢業後畢業後很年輕的時候 他就正好恰逢呢這個蘇聯解體 也就是這個92年的時候他就開啟了這個世界這個闖葬之路 美方指控呢他這個參與的就全球這個軍火網絡這個運作 包括呢美方說他曾經呢這個像阿富汗的塔利班啊 包括基地組織啊都賣過武器 甚至呢跟那個利比亞的這個前領導人卡扎菲也是有 都是有關聯的 而且呢在全世界呢這個販賣武器同時呢 也有一個龐大的包括運輸網絡包括呢這個說是有幾十架這個飛機 但是呢布特對這個東西全面都是否認的 在2008年的時候呢美國呢這個特工呢就是社區 泰國曼谷呢把他給誘捕了 誘捕之後呢當時呢一開始呢圍繞著他是否引渡到美國呢 這個泰國呢也面臨了很大的壓力 最後呢經過這個兩年多時間 這個泰國呢同意引渡了 在美國紐約受審之後呢這個12年的時候把他給正式判刑了 當時判了25年判了25年啊 沒想到呢這次呢這個俄方呢把他給救回來了 那格里納有何特殊之處呢 格里納呢其實他在這個女子籃球的這個業界啊 有這個就女魔獸之稱 為什麼呢說明他呢這個確實呢這個是一個男球明星 他身高有2.06他又是黑人而且他身上的商標呢 他還是一個他還是一個男球明星還是個同性戀 這樣呢他而且在去年東京奧運會的時候 他也參加了這個包括美國的女子籃球隊呢 也幫助美國女子籃球隊奪冠了 其實呢他跟中國呢也是我們他是有緣分的 他在前些年呢他也是作為這個中國的這個地方 籃球隊的這個外援也曾經當選過呢中國這個 一些比賽的這個可以說是最有價值的球員 就MVP這樣的一個球員 他呢此次呢是在近年2月份呢在莫斯科 這個入境的時候被俄方查出來你身上的這個這個電子煙的煙油 有大麥煙油這違反了俄羅斯法律了 所以說俄羅斯呢給他判處呢這個9年的這樣一個監禁還處於罰款 所以整個呢他這個事呢因為他身上有這麼多的 又是黑人明星又是同性戀 所以說呢也是他成為了現在的美國呢 全世界被外面關押的最出名的美國人 俄美這次換球的談判其實從7月份就開始了 長達5個月的時間美國原先的計劃是1換2 也就是用布特換回格里納包括另外一位美國公民叫保羅惠蘭 為什麼最後變成了1換1 為什麼惠蘭沒有被換回來呢 因為我們看到惠蘭呢他其實呢 他是這個一個以前也是在美國海軍独戰隊服役的 然後呢他是在這個前些年呢在莫斯科 用俄方的話說呢他的這個間諜行為是被 被抓了個現行啊 所以說判他一個間諜罪 把他給判處了這個9年 這個16年的這樣的一個一個這個一個這個刑息吧 在俄方看來他是這個間諜罪呢 是確鑿的有證據 美方認為啊他這個是被陷害被俄方給栽贓了 在此前呢美方的媒體披露呢 這個美國人想呢兩個人換他這個一個人 當然對俄方來說這兩個換一個是不對等的 也是不合理的 俄方提出來的條件呢是還要再加一個人 俄羅斯提出來的是一個一個被美方呢 包括德國方面呢指控為俄羅斯以前的這個一個間諜 他呢在這個德國柏林也實施過呢就對這個車程的這個反對派的 這個這個叛軍的領導人呢一個刺殺活動 把對方給殺死了 他叫那個克拉西克福 現在呢因為他在柏林殺人了 所以說呢被柏林被德國方面給監禁了 判處盧布希徒行 關在柏林 那美方問了德國 德國說呢這個人是不能放的 所以說他美方提出來他不能放 那俄方來說那這樣的話 這個會來是不可能的 這也是俄方呢可能是為今後的 跟美方的這個人質交換呢也是呢保留了一個空間 這個保羅惠蘭本人對這次沒有在換球名單上 對拜登政府也表達了不滿 我們知道這個布特已經被美方關押了12年了 俄方為什麼這次大非周章把他給撈出來呢 其實呢在我看來呢 其實俄方呢也是這些年啊 還是在想盡一些辦法把布特呢給撈出來 撈出來的原因呢我想有這麼幾個 第一個呢這個布特呢 他呢這個也是在國外在整個國際輿論上也是非常有名的 對於俄羅斯來說呢把這個布特給撈出來的話呢 讓俄羅斯的政府呢臉上也有光 他有名有價值所以有光彩 第二個呢我想呢 因為這個布特呢儘管被美方呢囚禁了這麼長時間 其實他離開俄羅斯已經有14年時間了14年加10個月 其實他在08年的泰國曼谷啊被美國特工被逮捕了之後呢 俄羅斯方面呢其實呢也不知道這14年來或者是當時 泰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當時在曼谷 他的背後還有什麼 因為外界呢普遍猜測啊 這個布特呢是跟俄羅斯的情報部門呢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外面猜測 請不說他在外面呢這個全世界就遊走 他販賣的是敏感的物資軍火 而且呢他有很多的假名有很多的護照 這個呢讓人很難不把這個間諜方 就情報部門的特工方向這個聯想 那俄方呢想通過這個呢想了解到底 還有什麼具體的情況 這個布特呢想告知俄方 第三個我想還有一個原因呢 這個從這個布特的經歷來看啊 確實呢他的呢 這個可以說是在全世界呼風喚雨的背後啊 他離不開啊 他有一個強大的這個朋友關係網絡 包括呢他的經歷來看 他的人脈呢在俄羅斯呢也是很廣大的 很廣泛的 那不排除啊 他的昔日的很多的親朋好友 包括呢昔日很多的 這個有權力的有權勢的夥伴 中間呢也幫他運作 您剛剛也為大家介紹了布特的背景 在西方媒體的眼中 布特是這個軍火大亨 是死亡商人 因此用他來換一個籃球明星格里娜 在外界看來是不對等的 甚至有人認為美國在這件事情上 是一個投降的姿態 您怎麼來看 這種其實呢 關於呢 這次呢這個換球 這個美方吃虧了 這個呢其實在美國呢也很多 包括呢說是美國司法部的 一些呢這個匿名的官員 也包括一些包括我們講這個 在這個特朗普時候的這個國安顧問 博爾頓 是 也包括呢可能即將上任的這個美國 這眾議院的議長 就麥卡錫 都認為呢美國吃虧了 這種交易呢是個愚蠢的交易 確實你要是從那個人數 這個從這個人數來看呢 包括呢從這個布特的 所背後的可能蘊藏的價值來看呢 這兩個是是不對等的 而且呢在美方這些人眼中呢 無論是惠蘭還是呢 還是這個還是布蘭尼呢 他們呢是被俄羅斯陷害的 是無罪的 而這個布特呢在他們認為呢 是有罪的 用我們美國的一個無罪的之人 換取呢你這個俄羅斯呢 有罪之人 這本身的這個交易呢 就是不划算的 但是我認為啊 既然能達成這個交易啊 也是有它合理性的 而且呢 美國人呢包括美國政府 什麼時候做過吃虧的事呢 肯定是沒有的 那其實呢既然達成這個交易 也是可以說是 雙方呢各取所需 也滿足了這個拜登政府 至少是政治上的需要 因為呢確實這段時間 圍繞著這個布拉尼這個事呢 確實這個拜登政府 是面臨著各方的這個壓力 比較大 那現在呢把它給釋放回來 也是給各方的一個交代 對這個拜登政府呢 這也是臉上有光的 其實在俄乌冲突爆發以來 俄美的關係是 急轉之下 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這次幻球能夠成功的進行 是否也說明美俄的關係 已經走出了最危險的階段 我想呢 僅憑一次這個幻球 這個這樣的一個行動呢 遠遠沒有到俄美啊 走出危機的這個狀態 因為確實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俄烏冲突以來 這俄美關係呢 也是急劇惡化 可以說呢 是跌到了一個這種冰點狀態 又回看這個歷史上啊 不說遠的 就是冷戰後這個30年 其實俄美關係啊 也是經歷過這個四次的這個重啟 但是呢每一次重啟後不久呢 雙方關係呢 又再次這個跌入這個低谷 這也就說明呢 俄美的這個關係啊 它這個矛盾呢 到今天 它其實不僅是這個 所謂的地緣政治安全上的 這些矛盾呢 也是呢 根深蒂固的這個結構性的矛盾 而且呢 包括呢 他們的雙方呢 這個在這個 這個世界的這個秩序觀 包括安全觀的這個認知上呢 可以說是不可調和的 僅憑這個呢 很難 但是這個換球實現呢 也說明了呢 現在呢 在雙方 在華盛頓跟莫斯科這個聯繫 因為這個俄乌中途啊 基本上已經開始停滯了 基本上呢 就沒有什麼渠道 不 這個情況下 雙方呢 還是呢 想呢 把關係呢 盡可能的這個緩和一下 而且呢 雙方的一些基本的底線的 這個溝通渠道呢 還是存在的 嗯 那在這次換球之後啊 美俄雙方現在手上 還去壓著對方多少人呢 呃 其實呢 如果是 雙方的這個在壓人員 而且尤其是呢 美俄呢 我們知道 在壓人員中呢 很多呢 涉及到這個 包括情報方面 這種間諜這方面 呃 美方呢 可能有收一些報道 但俄方的這個媒體呢 這個報道不多 我感覺呢 對於這種敏感的 這種間諜活動 錢包活動呢 具體人數呢 確實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機密 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只要呢 這個 雙方呢 手上有這個在壓人員 這種活動呢 還是會繼續下去 包括像惠蘭呢 他其實今後 還是有希望的 而且呢 這次呢 這個 這個 換球行動呢 讓俄方媒體呢 也想到了呢 這個包括 俄羅斯跟美國 歷史上的這種 交換 特別是交換 間諜的行動 我們看到 這個12年前 10年的時候 美國和俄羅斯呢 進行了一個 疑似轟動世界的 一個呢 雙方 一個交換 間諜的活動 當時是在 那個維也納舉行的 當時俄羅斯呢 交換了這個 這個四名重要的 美國間諜 美國呢 交換了這個 十名 俄羅斯間諜 這個 在這樣的活動 但是俄羅斯媒體 也 還是發出了感慨 因為他說呢 我們還有 更多 優秀的 真正的 是為俄羅斯呢 這個情報世界 做出貢獻的 這些特工 還在美國的監獄裡 嗯 那隨著局勢不斷的變化 換球恐怕還將會持續 先謝謝錢先生的點評和分析 下節新聞見識談 繼續帶您關注 俄副外長表示 目前不會考慮 與美國斷交 相關話題稍後分析 又見 新聞見識談 歡迎您回來 俄羅斯副外長 李亞布科夫 8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俄美關係 關於戰略穩定的談判 已經暫停 但並未終止 他還強調 俄羅斯不考慮 做出單方面的讓步 但保留平等對話的意願 俄方日前推遲了 俄美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雙邊協商委員會會議 俄副外長李亞布科夫形容 推遲會議是艱難的政治決定 但美國不斷地更深入 也更危險地介入烏克蘭局勢 俄方認為 現在不是以這種形式 開會的合適時機 他強調 美俄對話只能在平等 務實 平衡的基礎上繼續下去 而俄方絕對不會單方面讓步 李亞布科夫同時也表示 美俄外交斡旋的手段 尚未耗盡 目前不會考慮與美國斷交 俄方將繼續保持克制和鎮定 白宮此前表示 俄羅斯推遲了原定於 11月29日至12月6日 在埃及開羅舉行的 美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雙邊協商委員會會議 並且沒有向美方給出原因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美俄之間 唯一的軍控條約 如果這個談判暫停了 意味著什麼 會有怎樣的風險呢 這個條約呢 確實呢 也是美俄之間呢 這個現存的唯一的這個軍庫條約 我們知道這個條約呢 它是呢 這個對美俄這兩個核大國的 這個戰略核武器呢 進行一個這個限制的 也是呢 有利於這個世界穩定的這樣一個條約 當時呢 這個這個條約呢 本來呢 這個在沒有續約之前呢 是2021年就到期了 當年是在這個特朗普的執政時期 特朗普呢 是一個以退約而出名的 所以當時呢 準備要退出這個條約 後來呢 這個也是拜登政 拜登在野的時候 就對這個美國特朗普呢 這個政府要退約呢 是表示反對的 所以就上台之後 當時呢 在2021年的時候呢 就很快的 雙方呢 就達成了這個條約呢 再進一步的這個續約 這個續約到呢 按當時的規定呢 續約到這個2026年這個5月份 此前呢 是1991 2010年簽署的 2011年呢 這個達成的 所以說續約了10年 現在呢 是續約了5年 可以說呢 這個條約呢 拜登呢 為什麼也非常支持 因為 如果這兩個核大國 超級核大國 他如果呢 這個核武器呢 沒有沒有這個 這個合理的這種控制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世界呢 就會亂了 而且呢 這個核武器呢 也會呢 會無序的這種擴張 這樣的話呢 對美國來說 包括對俄羅斯來說呢 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他對他們這個情況呢 他們確實呢 可以反映出 美俄兩國呢 這兩國再怎麼衝突 或者再怎麼這個 互相對 但是呢 對這個 避免這個 失控 保持一個底線呢 還有一個清醒的認知 尤其在雙方呢 這種 可以說 在美國來說是戒指派 包括在美國來 在俄羅斯來說呢 以這個普京為代表的這些 對這個 國際形勢呢 有一個比較清晰判斷的這些人 他們都是共同人為的 他現在呢 這個暫停的 暫停呢 其實呢 我們看到 俄方的表態呢 只是一個叫 這個暫停 但那不是呢 取消 不是說這個 廢約 因為呢 俄方呢 做出這樣的 這個舉措呢 其實呢 他是 表明呢 他也是通過這個行動 來 警告美國 跟美國呢 臉色看 他並不是說要退約 他為什麼要給他臉色看呢 因為這個條約呢 對美俄雙方呢 也都是有利的 是符合雙方共同利益的 本來這個條約呢 續簽之後 條約怎麼規定 該怎麼 做什麼做什麼 都規定好了 雙方就這麼做下去就行了 但是你美方呢 現在呢 你把這個雙方 坐下來談的這個氣氛 給破壞了 你我們 這樣一個共同條約 共同利益的條約 不是說俄羅斯 我求你 不是我低聲下氣地求你 是雙方呢 一起好好的坐下來談 你現在呢 一方面要跟我 談這個 一方面呢 你又 這個支持呢 這個烏克蘭方面 向他賣天亮的這個軍火援助 讓這個戰爭呢 越拖越長 在俄羅斯 俄羅斯來著 他的考慮說 那我為什麼 要按你美方設計的這個 軌道來進行呢 必須呢 要為這個 既然是談判 既然是坐下來 這個會談 那就要有一個相互尊重 相互平等的 這一個姿態來進行的 如果呢 不能我們不能為談判而談判 如果這個氣氛前提不存在的話 談判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呢 這個在我看來呢 這個俄羅斯呢 因為對他來說 也是符合他的利益的 所以說呢 給了這種顏色 發出這種警告 冷淡了美國呢 這個 可以說是這個條約 一段時間之後呢 俄羅斯呢 還會 與美方進行談判的 除了這個 新缺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外啊 在俄乌衝突爆發以來 美俄雙方還在哪些層面的溝通 是受阻 或者是暫停狀態 其實呢 我們看到 這個條約呢 包括呢 這個條約的一個談判 包括呢 這個俄羅斯呢 與美國的這種聯繫啊 在俄乌衝突啊 可以說是 俄乌衝突以來 俄羅斯呢 在跟美國在這個 經濟 金融 安全 外交領域 可以說是 各個方面的聯繫呢 都已經暗殺了這個暫停劍了 可以說兩國關係啊 除了 不打仗 不直接衝突之外啊 其實呢 都已經 接近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嚴重對立的這種狀態了 呃 我們看到這個 就拿這個外交系統來說 按理說這個外交系統 在這個當前這個緊張這個局勢下 就應該是化解這個危機的 這個避免衝突的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兩國外長 就在這個十個月以來 都沒有直接的 一對一的會晤過 他們兩個面對面的時候 就是在聯合國 就是在G20 雙方呢 除了吵 除了這個 這個唇槍舌劍 就沒有什麼別的 反而是呢 這個今年十月份的時候呢 這兩國軍方最高領導人 就兩國的國防部長 這個俄羅斯的少一谷 跟這個 這個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他們還通了一次電話 這一方面呢 說明呢 這個局勢呢 確實很危險 另外一方面說明呢 軍方呢 也是坐不住了 軍方也開始下場出手了 要穩定局勢 在今年十一月中旬的時候 俄羅斯的副外長李亞布科夫 在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的時候 就說到 現在美俄的關係 是處在崩潰的邊緣 雙方的溝通渠道受阻 俄羅斯可能會考慮跟美國斷交 但是在剛剛新聞短片當中 他最新的表態當中又說到 美俄之間這個外交上的溝通渠道 似乎是還存在的 您怎麼來看待俄方 短時間那兩種不同的表態呢 這個美俄關係呢 現在呢 雖然呢 陷入這個冰點 但是從雙方呢 這一段的表態看呢 還是沒有到這個崩盤的地步 俄羅斯的這個方面的表態呢 其實呢 也有這個警告的 嚴重警告的 再加上一個呢 也是留有餘地的 這個雙重的含義 因為我們看到呢 其實呢 從這個 可以說從這個意願上看啊 俄羅斯呢 儘管呢 包括呢 在這個俄武衝突之前 包括這個冷戰以來 其實呢 俄羅斯呢 經常是面臨著這個美國的 這樣的一個巨大壓力 這個包括呢 面臨美方的打壓 俄羅斯呢 當時也是不甘示弱的 也是呢 主動的在國際上呢 也是頻繁出擊 但是呢 每次出擊 他的這個 可以看出來 俄方呢 還是要盡力避免 與這個美國呢 發生一個直接的一個衝突 不想把關係呢 就是說 陷入這個破裂的狀態 不想引發呢 就雙方呢 這個一個大規模的衝突 這個風險 從這個策略上來看 我覺得也是 俄羅斯方面呢 可能也是這麼想的 因為確實 俄羅斯 他現在呢 面臨這個 國際上的壓力 包括民意的壓力 輿論的壓力呢 也是比較大的 俄羅斯呢 現在呢 講出來 對吧 他想證明 向全世界證明 儘管美國 現在這種 沒有道理的 對俄羅斯 這種霸道的打壓 但是我們俄羅斯呢 還是沒有放棄 這個外交努力 以此呢 也是回應了 這個國際社會呢 也是呢 普遍 越來越高的 這種呼聲 也是為自己呢 在這個 這個國際上 這個輿論戰爭上 贏得呢 這個 一些的尊重吧 非常感謝錢先生就相關話題的點評和分析 也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見識談 再會 我們會看到 您真的有一個特贊的 就是答案 今天是個尊重的 記得 我們會記得 有一個特贊的 應該要